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60% 我是六成 今天给大家开箱呢 就是上一期节目 映大家的视频采集卡 圆缸的GC553 您可以看到这个盒子 我已经打开过了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尾开箱 但是还是给大家走一个过程吧 因为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嘛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包装盒 再打开包装盒呢 就是采集卡的本体 采集卡的体积不大 相当于我的一个巴掌大小 外壳和顶部都是大面积的散热孔 整体造型还是比较简约的 像一个小小的充电宝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打开下层的包装盒 里面呢 就是说明书 产品合格证 保修卡 还有赠送了一个 威力导演的软件 CDK的卡片 算是买硬件送软件吧 说明书的质感 还是不错的 印刷的清晰 摸上去 手感也比较棒 但是缺点就是 介绍的内容太少了 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这一张呢 就是威力导演的 CDK 很简单 很伪劣的一张卡片 下面这一张就是 合格证和产品的一些 相关的产品指南 信息在上面 当然了 还有两个没出镜的朋友 一个是HDMI的数据线 一个是USB3.0的数据线 采集卡的顶部是斜线楼空 加以红色配底的散热出口 转过来看一眼是两个HDMI 另一端是USB3.0的高速接口 虽然是免驱 但是也得安装软件 我们搜索圆刚的官网 进去以后呢 点左边这个进入网站 往下拉 再往下拉到底 有一个下载点击 在搜索这里 输入GC553 搜索 网站的速度有点慢 所以稍微等一下 好 出来结果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你一定要对应自己的操作系统 上面最新的都是Windows 我的这台电脑是Mac 所以我得选择Mac的这个 然后点击下载按钮 同样下载速度会特别慢 在Mac上安装好以后 就是下面闪光标记这个图标的样式 接下来连接 设备设备 首先呢 我们要将第一根HDMI线 插到IN的接口 这根线就是从你的PS4输出视频的那根 第二根线是OUT 这个就是你要输出的电视或者显示器上面连接这根 USB数据线就是连接你的电脑 OK 插好以后 灯就会亮起来 设备连接好以后 LED的指示灯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简单来说 蓝灯亮起的时候就说明没有问题 随时可以开始你的直播或者录制 其他颜色的灯呢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红色呼吸灯状态说明是正在录制中 假如红色的灯快速闪烁 说明你录制的时候磁盘空间已经不足了 马上就快满了 红灯要是长亮呢 说明磁盘空间已经不足或者是错误 录制就会停止 如果红灯要是闪烁起来 那估计就是你的设备出现严重问题了 这个就要联系厂家了 绿灯闪烁呢 就是你插错了接口 因为这台设备它只支持USB3.0的接口 如果你插到2.0 它就会绿灯闪烁 所有的线蓝都插好以后 就可以在电脑软件里看到 你PS4主机的画面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不显示呢 就要到设定里面 看一下有一个设置的问题 在系统 把这个使用HTCP的勾选项去掉 你的屏幕就可以正常显示 所有的信息信号了 我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呢 还碰到过两种不显示游戏机界面的情况 第一种呢 是由于你的HDMI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你要把你的HDMI线换一下位置 或者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 另一种呢 就是你的数据线USB连接电脑的接口 有可能接触不良 或者是不匹配 这时候你要换一个其他的USB3.0接口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拾取卡拾取的游戏机画面 下面这两个波形条显示的就是你游戏的声音和你麦克风的声音 如果你喜欢的话 当然可以外接一个麦克风 有其他的需要呢 也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景音或者把游戏的音乐景音 这个都是可以自己根据需求操作的 画面还是很清晰的 以现在展示的这个刺客信条做演示为例 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延迟的 像这种动作类游戏对延迟的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要是太卡的话 基本上你就没法玩了 要想玩的话 你就需要在外接的另一台显示设备上观看 这样就会零延迟 几乎零延迟 在界面的右下角呢 你可以看到你CPU的负载 还有当前的帧速率一些信息 以确保你能够实时掌握自己的播放是不是流畅 原刚的这款视频采取卡GC553 主打的就是高清录制和直播推送 标称是可以4K 本地测试OK以后 我们就来设置一下直播了 点这个单独显示的按钮 选择第一个 你就可以看到采集卡采集的视频信息 下面的这块小地方可以设置直播的画质 音量设置和麦克风耳机等等 这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定好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在网站上建立一个直播的链接 在后台点击直播 等待页面打开 我这个网好像是有点慢 当打开以后呢 你就可以设定直播的界面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YouTube后台直播的界面 我们可以设定标题 点击编辑这里 设定好你想要的标题和一个说明 往下拉 还可以选择的方式是公开 插一个封面截图 我这个是借用以前的旧视频的 再往下等等系列设定都OK以后 好你可以把它保存 这个呢就是一个直播的密钥 这个是一个直播的地址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再返回软件 点击下面的这个直播的小标志 点击加号 第一个位置输入地址 第二个位置输入密钥 我们再复制一下 复制密钥 返回软件 粘贴 然后点下一步 再点确认 这就是完成了 这么简单吧 对 我们点这个stream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在直播了 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已经独秒了 后台界面还没有显示 因为传输讯号需要一定的时间 稍等一下就能看到了 好 现在已经刷出来了 左上角显示直播中 你的时间条正在往前走 直到这里呢 基本上就成功了 喜欢六成的频道 记得订阅 小的预览图已经看到窗口 我们现在直播的画面 已然就是ps4的主界面了 这就已经说明我们成功了 在你网友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不动呢 因为这个直播它有一定的延迟 所以会稍过一会儿才能看到 好 我们结束 结束以后呢 你可以把你直播的内容编辑一下 我就不编辑了 在后台你可以看到 页面经过刷信以后 我们的直播已经停止了 你随时可以再开始 关于有个小问题呢 有的朋友就问了 说不对呀 为什么我看到有的人直播 能有这个画面呀 对吧 就是有个摄像头在屏幕的某个角落里 能看到主播 这样可以互动吗 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 具体的操作步骤呢 我们返回原缸的直播软件 在左边你可以看到 现在采集设备 显示的是采集盒 它上面有一个笔一样的标志 我们可以点击那个笔 新建一个摄像头 稍微等一下 这儿呢 能选择编码和分辨率 点击确定 然后我这个设置好就不确定了 好 现在你就能看见画面了 接下来设置左边的多窗口 点击这个一个 选择你要输出的设备 点击确定 确定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一个窗口 播放多个不同的内容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把它拉到最大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窗口 给你的观众播放视频 文字图片 等等信息 还可以把你的摄像头 加入进来 和观众互动 有的时候 人与人沟通困难 理解软件也是困难 因为设计的人跟你想法不一样 我起初认为 我在YouTube直播 是应该点击这个YouTube 点下一步 点击以后 进入YouTube网站 关联 OK 关联以后 再 哦 就出现认证失败 无论你怎么调 它也是认证失败 你就不要试了 因为这个我试很多次了 真的不行 看到这儿呢 原刚这款采集卡的设置安装视频 咱们就分享给您了 如果有视频里没提到的问题 您遇到了 或者您想交流的 也欢迎您留言 咱们共同学习 如果这部影片帮助到您了 也希望您订阅和点赞 关注六成 给一点小小的支持 祝您直播愉快 我是六成 咱们下次再见 为什么录这么一期节目呢 因为游戏的播主 多如天上繁星 介绍怎么去 从零到一开始直播 这个过程的视频 简直是少之又少 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帮助到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